6月27日上午 亚裔联盟竞选委员会在亚洲商联大厦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正式启动亚裔青少年兼英培训项目 亚裔联盟竞选委员会教育基金是一个五党派非盈利组织 它致力于为美国亚太裔青少年提供培训机会 使该群体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公共服务事业 同时还对当地及全球缺少关注的群体给予支持 亚裔联盟竞选委员会教育基金主席王鼎华介绍说 针对学生的领导的能力 演讲的能力 以及他们的筹款的能力 在这三个方面是我们来竞选他们能够到国会 到州议会去实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考验 一个考察的一个方法 竞选委员会主要的是能够让我们的社区的亚裔 更多地出来参与一阵 那我们这个竞选委员会也同我们的西日裔的 以及其他的一些竞选团体的进行的沟通和活作 也是我们将来我们亚裔能够在国会 在美国的主流社会由于我们的话入传 南加州共有27名优秀学生入选为青少年精英项目2015班级的成员 其中的6名学生还获得了千载南逢的 在竞选官员地区办公室实习的机会 这也是亚裔高中生首次进入国会实习 亚裔青少年精英培训项目获得了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心 国会众议员刘云平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张玲玲 金应玉和帕特里克奥唐纳 以及加州前议员县洛杉矶小区学院理事吴国庆等官员的大力支持 美国义务控股集团和大力牛网赞助了亚裔青少年精英培训项目 这是本台记者报道的 请不吝点赞助